歡迎收看小明星 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我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來賓 第一位是餐酒館的業者林鴻偉 扎哥好 大家好 恭喜鴻偉 他的餐酒館生意越來越好 已經在疫情之後了 是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 營養師劉怡黎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命理專家 周應俊 周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職場的專家邱文仁 大哥好 以及律師蘇家鴻 蘇律師 黃毅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爸爸媽媽來相親 那因為這個CNN的報導 日本現在流行代理婚活 什麼叫代理婚活 婚活呢 就是說由家長代替子女來相親 那家長既然去相親 那就要帶著子女的年齡 職業 照片 各方面的資料 然後而且都帶了關於子女的問卷調查表 也就是說 子女把想要表達的意見 也讓爸爸媽媽帶去 比方說如果交往順利 你是不是願意為我遷居 那父母代表來出席相親活動 其實他有優點有缺點 我們講實在話 那我先請教一下洪偉 是 你如果這個爸爸媽媽幫你去代為相親 OK嗎 我個人覺得就是因為爸媽 畢竟我會把他當成是主考官 最後一關 當主考官都會幫你已經 我已經覺得這個人是OK的期望之下 其實前面的一些面試淘汰的機率會越來越少 我覺得沒什麼不好 但是重點就是說 兩個人相處是一輩子的 當你的父母當這個主管 雖然他喜歡 他們只是挑他們自己喜歡的樣子 而不見得是我們喜歡的樣子 或許是他們覺得這個未來的媳婦 各方面身材 外貌 或者是他的德性 都是符合家裡的需要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OK 但是問題是我跟我爸媽所喜好的東西 不見得會是一樣 你覺得你爸媽去相親的時候 會問對方什麼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 就我以往的經歷來講的話 我爸媽一定會先瞭解職業 對 因為畢竟平見夫妻是白事 那他一定會希望你 他們喜歡什麼職業 就是正常的 當然是說公務人員也好啦 醫護人員也好啦 就是一個穩定的收入 而不是說那種比較起伏 比較大的 變化比較大的 一些職業 那當然就是 當然就是談吐 個性上 因為譬如說假設 像我爸媽可能是一個 比較傳統保守人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去接受一個 比較洋派的 然後可能就是穿個舌環 或者是有刺青的 他可能就是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或者像我記得 我有一次帶我女朋友去回家裡 那他穿的就稍微比較裸露 你也知道現在女孩子都會比較 敢秀自己的身體 事業線 對 他告訴我事業做得很大 我爸媽會覺得 他會面有難色 就是奇怪 一個女孩子 因為我們家裡花蓮人 對於這樣子的穿著的打扮 還是會比較保守 他會試一下就會比較 會試一下跟我講 就是說有必要出來 跟對方的爸媽見面 還要穿著這樣子 所以他們要的 不見得是我們要的 但是如果說 你跟你爸媽的個性 想法類似的話 我覺得這是好事 你不用說等到我 已經交往很久帶回去 你還被你爸媽排斥 排擠 就是見仁見智 以理 如果爸媽幫你相親 你OK嗎 以前我可能會覺得不OK 但是年紀越來越大 我會覺得這個也是蠻 我這樣看那個 我覺得是蠻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爸爸 蠻好的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我覺得爸媽 他可能經歷的事情也比較多 看的人比較多 那我覺得他們在篩選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如果比如說 像剛剛洪爾提到 包括你的職業 對方的家裡面有什麼人 甚至於對方的親戚是在做什麼 可能爸爸媽媽都會打聽得很清楚 像我們在交往 我們很少去問到說 你親戚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人不良心 對 背景複雜 對 背景複雜 對 背景複雜 你可能不知道 可是爸爸媽媽他們可能 臉皮比較就是 就是可以問嘛 他們就會在相親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會問得比較多 不是臉皮厚 是因為他有這個職責 對 護身嘛 就為了小孩好 就會去問這樣子 對 但是我覺得 唯一有一個問題 可能是因為他有這個職責 可能會卡住就是長相 對 因為長相審美觀 可能大家的那個不一樣 通常大家第一印象很重要 像有一次我媽就 我媽他們都會看那個政論節目 然後就看得很開心這樣 然後我剛好從台北回去 我又在那裡吃東西 我媽說 我感覺這個男人不錯 他說他就會看 臉都這樣翹翹 眼睛那邊咪咪這樣 正論節目的來賓是嗎 對 我媽說 這個越看越映像 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 我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說不好 然後就是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我跟我媽的審美觀有落差 我說他眼睛都開不開 我媽說沒有 這個眼睛很可愛 對 我覺得後來想一想 他都看哪一台 剩一下 他剩一下 對 然後我這樣 不然晚上他回去找一下 眼睛開不三個開 我媽說他口條清楚 眼睛很可愛怎樣 然後我說 我不會覺得這種眼睛 洗一洗顆這樣 我喜歡雙眼皮的 所以後來我發現說 可是我媽媽有在講說 他讀很多書 學歷什麼 我覺得家長會注意這些 後面的背景 倒是可以做篩選 可是唯一卡在可能外表 這件事情 對 可能會不是一樣 是 聞人爸媽會幫你相親好不好 他們不會幫我相親 但是如果他們要幫我相親 我是同意的 而且我沒有以理的問題 因為我媽跟我的審美觀很像 我們都一起看韓劇 那個我們覺得帥的 都一樣帥 這個叫什麼 玄冰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那玄太太 玄太太 我看起來就是不怎麼樣 你看 我會喜歡賢兵那種的 所以至少我跟我媽沒有這個問題 兩個不一樣的人 這個是玄冰 你是賢兵 開玩笑 OK 沒問題 爸媽可能就會很重視務實的問題 不只是這樣子 其實因為昨天小玲跟我聯繫的時候 我算一下 我大概有五次以上的相親經驗 至少我記得的就有五次 然後我後來就在想 這五個人都沒有什麼不好 只是因為沒緣分 所以沒走下去 最不好的那一次 最不好的那一次 我們等一下來算 是我結婚哪一次 所以我選的不如別人選的 你二十幾歲離婚 二十八 結婚幾年 四年 二十四歲結 二十八離 差不多 戀愛幾年 就一年不到 戀愛一年 那為什麼四年就離了 就是 就是個性不合理了 對 妳有講實話嗎 我有講實話 只是因為現在要進廣告 我沒有講 那等一下說 先休息一下 那周老師 如果准說你替你們父親 你們父親就離了 其實假定你替你們父親 相親 你會注意什麼東西 沒有提 比較上我比較不會去替他相親 為什麼因為 每個人看每個人 兩個說黃巴腿裡頭 一定要看得到好 那通常我是會覺得說 我們喜歡的小孩子不見得喜歡 因為古早很多 是大人都教他 這媳婦好媳婦好媳婦 這很好這很好 但是問題通常都是他們 學生不教他 所以兒女跟父母的那個審美觀 應該不是說看人的審美觀 因為想要當成中生辦理的審美觀 應該是不太一樣 因為他愛 可能就是像洪偉這樣 事業線越 越...越...越大越好 是不是 那事業線越大 那那個 如果是大人在看的是 洪偉真的喜歡有事業線 事大人在看是 那事大人在看是 莫達越大越好 比較好媳婦 對 我會媳婦 最怕就怕他不會媳婦 對不對 所以莫達越大越好 所以說莫達越大越好 中南美洲的那就要去中南美 所以中南美洲是很厲害 所以他們很厲害 他們沒有一種... 對 我想說這樣就要找那個 真理佛羅篇 我們教他的 他沒有教他的 他就是人教他的 孩子就不一定教他的 所以說應該是審美觀念 不太多人可以討論 所以你想我以前的人 如果要相親 都是人家 這樣一隻嘴巴 就一直說 事大人都聽不到人家 就那天晚上才知道 都也是這樣 以前不是這樣 結婚都是這樣子 你不曉得你有多幸福嗎 我真的覺得我很幸福 以前就是這樣 真的這樣 無法逃跑就對了 就是那個先請他的蓋頭 因為蓋頭是他知道 就知道這女生真的要偷看一下嗎 以前的女生是大門不出 二門不賣 你要去偷看 你要偷看就要塞下去 因為他在手上 你要揹那個 你就要塞下去 所以以前是沒辦法偷看 但是我是覺得說 還是不要以父母的眼光 去幫兒女們看 後來都是 你是大人很介意的 我們通常我們碰到的很多就是父母 應該說大家很介意這個媳婦 但是他們父親就是要跟他離婚 他就是不介意 蔡老師 你這樣會專業 拿出來看這面相不錯 如果我在逛媳婦 第一點我會看他額頭一定要寬寬 因為聰明嘛 因為聽說 所以說媳婦如果聾 阿爸的孫就會聾 因為那個遺傳的關係 是 所以我一定要他額頭寬寬 都像這個都好 都這種額頭寬寬 都聾 好 那再來就是鼻子一定要好 鼻子好 陰紅 我一定想說這個孫生要來陰一個 這樣 阿爸看他這樣 比較省 這樣一直粉朵 所以說陰紅 再來就是嘴巴絕對不能太薄 如果水豚皮很薄 我們小孩就慘了 一天都到處都在頂 好像不說頂什麼 因為嘴唇很薄的人很會念 他吃東西很厲害 吃東西很厲害 但是問題就是說 麻人都喜歡 人人不愛聽話 他是愚愛嘛 那個就是水豚皮 不愛一種 說話 平衡好 水豚皮 不會像薄 要稠一點 對 如果還有這個額頭要寬寬 如果可以的話 看得到就 魚也要漂亮一下也好 魚要漂亮他就是有福 耳朵 但是他就都蓋住了 如果看不到就沒辦法了 我們看得到的就是這樣子 好 那蘇律師這邊說 你媽媽過世前曾經跟你討論過 你跟女朋友之間的關係 因為之前就是有時候跟媽媽談的時候 媽媽不會在 平常的時候不會談這個事情 有些心底的話 做到最後的時候 他才會有說 那他那時候就有講說 因為我太太是屬於比較需要人家照顧的 就是我要照顧他 我要照顧他 那去哪裡 要照顧他 要睡覺前要打個電話 所以有些東西在那時候當中 什麼叫做睡覺前要打個電話 睡覺前的時候 又要通過電話 就是在當中 他還沒有娶進來的時候 還沒有娶進來的時候要通電話 我媽就看到我通電話 講電話 都怕我還沒睡 所以每天晚上 那時候你跟媽媽住一起 住一起 所以媽媽就看到你在睡前都先跟女朋友 先打個電話 那要做什麼要照顧他 要去哪裡吃飯什麼什麼 都會我們就會比較 什麼叫你都要照顧他什麼意思 就是一般來講就是說 就是說比較要照顧他 就是你會想要幫他設想很多事情 就是我會幫他設想很多事情 當然他也可能會幫我設想 可是我媽比較沒看到 就說 你都拿女朋友想 要去哪裡玩 要照顧他如果說 他不太高興 可能就會臉就會有點 就會說 就有點不太高興 對 那我就要讓他比較開心 女朋友 女朋友 現在變太太了 太太 是變太太 那我媽媽就因為平常都會有接觸到 有時候就會 因為交往滿久了 所以有時候到家裡吃飯都看到 說我會幫他做一些事情 那他比較少幫我做 他會 他比較少幫我 比方說媽媽看到人 你幫他做什麼 做什麼 我也忘了 就做很多 就是說 例如說把準備一些東西 吃飯的時候 或是去哪裡的時候都會準備好 要開車什麼 都是我準備的比較多 比較多 那麼 所以媽媽看在眼睛 媽媽看在眼睛 她就說 都好像是你兒子去照顧別人 怎麼沒有別人在照顧我呢 對 那可是他可能沒有看到這一點 媽媽看最沒過就是 你知道嗎 因為他那鍋 湯衫都沒洗 他就要 孝心就要去洗人家 有時候兩兩塊都在 他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以後我兒子結婚之後 他會覺得 那兒子結婚之後 會不會都是要我去 對 要什麼 什麼都是我要賺錢 要賺錢 煮飯 打掃 什麼都是要兒子做 他其實會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他就說 他那時候他觀察很久 他覺得說 這個女孩子還是不錯 還是不錯 他說一個理由 他說 因為這個女兒 那個女孩子 他不是跟你玩玩的 很有趣 他講這個 他說他觀察到 雖然他覺得 以這種外觀條件 他不會 他不是這麼滿意 他覺得應該要取一個 來照顧我的 應該是到家裡說 不用了 我來幫你 我來替你坐下來 比較他可能想像這個是最好 因為這樣以後會照顧他 腦袋想想 應該是說 那如果這樣的話 太太比較木納 太太比較 對 老實 老實 木納 那所以 那他說 他說他喜歡這一點說 這個女生不是跟你玩玩的 他看到她 他說 她是真正愛我 所以說 對對看到 我不知道 他突然這樣講 我會說 他說他覺得 他覺得說 她是真正的愛我 所以他覺得說 女生不是跟你玩玩的 如果有這個人就說 因為有什麼因素 他不是真的是跟你投入感情 所以他說 他是可以跟你走一輩子 所以媽媽才會覺得說 他很好 但是他就說 但有些狀況 其實外觀上 跟他本來的想法 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媽媽這個有智慧 你沒有問他說 媽媽你哪裡哪裡看出來 因為我是還沒玩而已 想不到他玩生 我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這部母親去相親 有一個好處是 他看到我們沒有看到的 就是說 他 尤其是媽媽還是希望你 爸爸媽媽還是希望你 你找到一個好的對象 永遠在一起 所以他看到這件事情 他覺得說 那時候我自己的 把他放下來 其實我也 我也聽過有一個 我的朋友 他就說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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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就是 婆婆 他們那時候就知道說 他幫他的兒子找媳婦 那於是找媳婦 他就看到他們家 他們家比較窮 所以就是 他就講好說 那以後你就是來做我們家媳婦 那這個兒子也很 他的兒子也很乖 反正就媽媽講什麼 就這個 就媳婦娶進來之後 因為他爸爸媽媽就覺得 媳婦很好 果然真的很好 這個兒子就北淚 不太工作 也就好吃 有一點錢對不對 就玩 就不會說去那個 這媳婦就很認真的 把家裡操持起來 不管這個兒子怎麼樣 就外面有一些花天酒地 他就守在家裡 也有生小孩這樣 那他就 那人家問他說 人家問他好奇 你為什麼 你的先生這樣子在外面玩 又不照顧家裡 那你有怎麼想法 他說 因為我的公公婆婆對我很好 他那時候是這樣 他覺得說 他有責任照顧這個家 我聽起來很那個 那他的先生確實已經 確實很會肥累了 那他們年紀 他已經很大了 這個媳婦年紀很大了 公公婆婆婆也在 人家問公公婆婆婆都走 你可以了吧 不行 我覺得他就是我們一家 他也沒有想要 就沒有想要離婚 那所以讓我就很印象深刻說 原來有時候父母親看到的 比我們看到的東西 還要還要還要準 那他為了這個 那他就是說 他為了守護這個家 他也 他今天是帶得好媳婦 帶得好媳婦 然後他也為了守護這個家 他也幫那個肥類的先生 想說錢不能被他花用走 要幫他做一些財產規劃 可以給他用 可是不能讓他花走 因為畢竟還有小孩 把他們家產雇住 好 今天的來賓 都是有相親過的 就來講講他們相親的故事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洪偉你十幾年前爸爸媽媽曾經幫你安排相親 對 但我爸媽一直至今不願意承認說那是相親的局 明眼人一去就知道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時候就是因為那時候在外商銀行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就是一次必須要請十四天的假 他就讓你去好好的休息 然後你作為你的所有的工作要交接給別人 然後那因為我每年的這個 call if我都會回花蓮 差不多十四天的假期 就陪家人 那那一次強迫的喔 強迫的 就怕說你在裡面搞鬼 所以他也要查一下 他確實有這樣的機制 那再來就是說公司不會因為你不在了 然後就出現問題 對 對 對 這是一個外商還蠻長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然後那次我回去花蓮的第二天 我爸媽就突然跟我講說 記不記得小時候我們有一個醫師 因為那個醫師算是我們家的家庭醫師 所以我們家所有的病痛 都是在那邊處理的 然後每個禮拜的週末 我們都會跟他們一家人一起去吃飯 然後甚至去郊外 就是在我國中以前對這個醫生 伯伯是蠻有印象的 你已經十幾年沒有看到 十幾年沒有看到這個醫生伯伯了 那剛好他們有提到說 要一起吃個飯 然後我想說那就吃個飯 我就很簡單 我就穿個拖鞋短褲 我就想說就去了 一開始我媽還說 你不要穿那麼隨便 可是我就隨便穿嘛 無所謂 反正就很自在 又不是不熟的人 穿了 就然後去的那個是一個 蠻大的中餐的一個包廂 走進去呢 就看到那個醫師伯伯跟他老婆 然後旁邊一個女生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很禮貌心打招呼 可是那個小妹妹 我印象中就是 那個女孩子是我們以前小時候 因為我年紀大 她應該有將近十歲 所以我那時候在國中 她才兩三歲 所以其實印象沒有那麼深 就一站起來說 哇 一百七十幾公分 然後因為你也知道我平常有穿 戰鬥靴的習慣 然後那天我都穿拖鞋 還一站起來 哇塞 高往七八快半個頭 然後想說 哇 這女生怎麼發育得這麼好 但她是一個長得很秀氣的 臉看起來小小 可是站起來又短頭髮 又很俐落 然後我們就是坐下來 就是閒話家常就開始 因為畢竟十幾年沒見的 就開始聊最近的一些 在臺北做什麼生活 她女兒是在花蓮的一間醫院 當藥劑師還是麻醉師之類的 也是相當的優秀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大家聊聊聊 那可是我就覺得 這個女孩子在我們吃飯過程當中 感覺到她沒有 對我沒有任何的好感 因為我那時候三十幾歲 我也自己也算是意氣風發 你知道嗎 我自己也覺得自己長得還算OK 很少女生就是吃飯 過程當中 我已經花了很多心思去討好她 取悅她跟她聊很多 我這種有趣的事情 對我的態度就是很冷淡 就非常冷淡 奇怪 我的魅力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到最後面結束的時候 我媽就是要求 你們交換一下聯絡方式 因為我沒有帶名片 然後她說 如果她去臺北玩的時候 可以順便找你 就大家出去玩一玩 那我就大概知道是什麼意思 然後回到回到回到家之後 那兩三天 其實我們都沒有做互動 完全沒有 但是我爸媽會一直去問說 那天那個女生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人家也是漂漂亮亮的 雖然身高高一天 我是有壓力的 老實說 我想說我媽一直push 是要幫我洗基因是不是 就是 因為我們家的個頭都不是那麼高嘛 突然找到一百七十幾了 就想說是不是讓我們家的下一代 能夠比較有好的發展 對 那你多少 你說穿鞋錢 穿鞋後 穿鞋錢 那我要重量 因為最近可能說 老肚子 老肚子這樣 結果我回花蓮 我回臺北之前 我們都習慣就是會買一些單樓 就是給一些同事 部署 想說我們回花蓮 有一些民產給你們這樣子 結果那一次我在花蓮的民產大街 去逛街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女生的背影 因為她都是非常瘦的嘛 有點像拉鞋 你知道嗎 就瘦瘦 手很長 因為她頭又很小 然後她旁邊就牽一個女生 長頭髮女生 我想 因為這十幾年前 其實那時候不是像現在兩性 這麼的均 平均均權這樣子 然後你在大街上敢牽女生走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膽的那時候的一個現象 結果我余光看到她 就是我那天相親的對象 那我就知道原來為什麼當那一天 她對我一直異性男生 就是 因為她已經有男朋友了 她有女朋友 那他們是簽個女生 她有女朋友 簽個女生 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個女孩子 明明就長得很秀氣 然後又短頭髮 就很俐落的那種裝扮 然後穿著就是跟她比較秀氣的 那個外表沒有很搭 又穿一個很俐落的襯衫 然後褲裝這樣子 所以一般如果很秀氣的女生 一般都會穿小洋裝 或者是就是我們一般男孩子 對女生的概念 就是很秀氣 應該有秀氣的樣子 那那天就是很俐落 所以我回去呢 我就偷偷跟我媽講說 媽 我今天 她還出來這樣子 因為她其實也是她爸媽 她爸媽根本不知道 她可能是這樣子的 同性的這個現象的喜好 那她也很好奇說 她女兒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交 那如果你看到她 她跟女生牽著手 你應該把小鐘拉來 因為她那時候在 因為她跟小鐘住在一起 因為她那眼神看到我去 其實她那一抹微笑 我就大概知道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兩個眼睛有對到 大概知道 我就是有一個默契在 那我回去我就跟我媽講說 媽 我跟你講 上次我們吃飯那個 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 然後我有看到她的狀況 但是你不要跟她爸媽講 因為有時候長輩沒辦法接受 自己的下一段時間 我說 我跟你講 所以代表說 你不要再對我在身上 有什麼期待 或跟她有什麼發展 那你也不要去跟她講 我怕她們會有很大的困擾 然後也造成她這個女兒 有一些些的不舒服的地方 真的 真的 所以那一次我就跟我媽講說 不要再隨便再幫我找對象 來認識做朋友 OK 那文忍剛剛有講了 她自己有五次相親的經驗 對 要講哪一次 接下來我們還有 大概四五段都讓你講 其實宏偉剛剛講的那個 我剛剛想起一次 就是那個一抹眼神 那個眼神是異性藍珊的眼神 那種經驗我也有 後來那一次是我後來過了滿久 才知道說 那個人的確他也有另外一個對象 只是因為某種原因 他覺得他需要出來相親 那也是難難戀就對了 不是 是他跟一個同事 但是是一個已婚的同事 對 所以他那個時候 應該也是勉強自己 要去認識別的女生 他對我沒有不好 可是那個眼中的一抹無奈 我看得出來 聽說你離婚之後 常常會自己買花送自己 對 這個就是印象最深的 第一次相親 那那個時候就是我離婚以後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日子過得挺開心的 聽說我常常在浴室裡唱歌 然後我爸媽都聽說 這是他們後來跟我講的 他們會討論說 這個女孩子是不是神經有問題 就是離婚了以後 妳要唱什麼歌啊 離婚以後 官人殺成之類的 你要唱 禮婚好啊 禮婚好啊 這樣爸媽會不會再擔心 怎麼會怕的 所以其實我爸媽是擔心的 我爸媽是擔心的 但是我其實也不知道 我為什麼就是覺得鬆了一口氣 然後那個時候 在廣告公司工作 其實那個工作 我也算挺喜歡的 雖然老闆很兇 可是我挺喜歡的 所以那個時候 我常常為了鼓勵我自己 我就做一件事情 我們家附近就有一家花店 然後那個花店裡常常賣 那個玫瑰花 都是頭好大的那種玫瑰花 我很喜歡 我後來就覺得說 既然沒有人要送我花 我就自己送我自己好了 所以我常常拿 比如說一天的薪水好了 我就去買訂一盆花 然後就去跟那個老闆娘說 那個明天送到那個廣告公司 給邱文仁這樣子 經常 然後後來那個老闆娘 好幾次以後 她就跟我說 邱文仁是妳的誰 妳為什麼對他那麼好 然後我就哈哈大笑說 那邱文仁就是我 因為我覺得沒有人送我花 那我自己送自己 我開心嘛 結果沒想到 那個老闆娘很同情的看著我 他說這樣子好了 他說我有一個乾哥哥 那個乾哥哥現在也是單身 他結過婚 但是現在也是單身 那我就說 其實我也結過婚了 那我現在也是單身了 他就說那我就介紹給你 我直覺覺得你們兩個人很合 而且他是一個大方的男人 他一定會送你這樣子 我那時候就想想也不錯 而且我那時候也還不到三十歲 所以其實就在那個熱心的花店 老闆娘的湊合之下 我跟那個男的 其實本來是不認識 但是後來就約在一個 滿好吃的牛排館 就認識了 對 然後呢 然後我真的覺得他不錯 因為第一個他長相不錯 他長相是我喜歡的 我其實從年輕到現在 我都是喜歡劉德華那一型 就很少變 其實玄冰也有點像 你不覺得嗎 就是那種瘦瘦高高黑黑 那個滿好看的型 那我那個時候 從廣告公司下班回家以後 我常常看到就有一個男子 尤其是下著小雨的時候 他撐著一把傘 站在我們家附近 就是巷口等我啦 他是這樣子的人 還有他其實跟我的興趣 也是相投 比如說我們會去看畫展 看就是有各種藝文活動 我們常常一起去 所以其實那次相親 現在想起來 是滿合適的 怎麼沒有成啊 我以前講到這個事情 我會現場流出眼淚耶 可是說真的 我昨天想起這件事的時候 我竟然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回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瘋了吧 就是我記得有一天 我們開開心心的出去玩了一天 然後第二天 我跟我當時最好的朋友 我們要去義大利十天 就是去旅行 所以我就記得 有一個很美好的一天以後 我第二天一大早 就跟著我的女生的好朋友 去義大利玩了 結果我從義大利回來以後 他不見 他人間蒸發了 然後那個時候是一個 BB Call的時代 因為已經很久了 所以BB Call也找不到他 去他家按門鈴 也沒有人開門 他就人間蒸發了 他不告而別了 對 好特別喔 好特別喔 他不見了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 就結束了 我後來有碰到他一次 對 然後呢 你有沒有問他 有 義大利發生什麼事 反正就那十天之後 我再也找不到他了 所以我以前有一陣子 我上班只要一想到這件事 我不管現場有什麼大老闆 二老闆 我一樣就是眼淚會飆出來 但是現在顯然已經不會了啦 就是有一天我記得下班 然後我搭著同事的車回家 途經敦化南路 對 我忽然看到 就是紅綠燈的時候 他背著一個很大的包包 從前面這樣子走過去 然後我當場跟那個同事說 停車 等我一下下去 我要下車 我要下車 我拜託你這樣子 然後那個同事他 他說發生什麼事 我說我要去追那個人 我要去追那個人 我那個同事非常nice 他就直接就是在那個林蔭大道 那個旁邊把我放下來 我就記得我像發瘋了一樣追 因為其實已經有一點時間 所以我就一直追一直追 一直追 等一下要進 我們要先進廣告 這個要小心 因為齊瓦哥醫生 就是坐火車的時候 那時候他已經年紀大了 然後看到他以前 那個非常愛的一個女人 然後他看到那個女人走過去 然後他一直要車子就停不下來 因為不是他開嘛 那個是公車嘛 然後他一直要跟他叫的時候 他心臟病發作 對 很危險 可能是他會心臟病發作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後來溫仁有追到嗎 有 我追了十幾分鐘 從東話南路追到通話街 好遠 又沒騙你 而且我穿著小高跟鞋 一路叫 對 我就覺得那個樣子還滿難看的 可是終於被我追上了 追上了以後我叫他 然後他回頭看到我 然後接下來那個動作 我也是永生難忘 他手上的包包 我不是說他經過的時候 是身上很多東西嗎 全部掉在地上 上那間 我本來覺得他很帥啊 可是他那個臘蛤的樣子 我就懶 不是懶啦 就是覺得好像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一剎那間 那個心就變了 我啦 我就跟他這樣揮揮手 然後我就轉頭就走了 然後途徑 因為通話街嘛 途徑那個麻辣香腸 我還記得 買一根來吃 兩隻 兩隻 對 我還買了兩隻麻辣香腸 然後這樣子走回家 就想說 我在追什麼東西 結果後來他打電話給我了 通常會想要一個解釋 就是說你為什麼不告而別 對不對 對 那個解釋也 後來他告訴你 就是說因為麻辣香腸太好吃 沒有 那個解釋實在是太爛了 真的啊 他有跟你解釋啊 對 對 因為其實就是在 我們認識的那個過程中 他生意上出了一個問題 然後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幫他大力的解決了 他那個問題呢 就是也不要講得太詳細 意思就是說 他是那種經銷商 外貿的那一類的人 他有一個貨品一直進不來 然後可能是某種原因 就是那個貨品一直進不來 可是當時我可能是太喜歡他了 我真的是每天 像神經幣一樣 就是三四點 我打電話到美國的那個公司 然後我還幫他寫了 那個整個企劃書 去說服那個公司出貨給他 我其實是真的是 你現在叫我重來一次 我是沒辦法的 可是我那時候就是因為喜歡他 我用了這麼大的力氣 結果我得到的報應是什麼 他說他覺得我是個女強人型的 然後他認為我以後的前途 不可限量 他覺得我總有一天會甩了他 所以他決定 先甩一點就甩了我 這什麼理由 對 不過老實講 分手了就不要問理由了 因為理由通常都不是真正的理由 對啦 是 等一下其他相親經驗 據說 你有這樣嗎 其他相親經驗都是理過婚 都是 最後一個不是 好 那這個以理 你是講自己的還是講朋友的 我說別人的 對 因為其實我周遭很多的 因為我們是六年級生 那其實基本上都過了四十五歲 那我們周遭很多不管學姐 或者什麼 有些沒有結婚的 那他們現在也不去 因為很少 其實很少會認識異性 很坦白講 因為你職場上 你都是可能是主管了 那你個時間工作真的很久 六日 你知道過的是幾歲六日 你也不會去排說 晚上去喝酒或者是去哪裡 所以你認識異性的機會 幾乎等於零 對 然後所以最快的方式是什麼 參加相親社 對 那因為我們台灣其實不流行 像日本那種父母突然 其實像相親社很有趣 因為每次我們聚會的時候 他們就會分享 他們這次相親的男生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相親社很有趣 就是說 你要去參加相親社 第一你要加錢 對不對 價值不相同 有的人說 有的他是說 我一個女生朋友 他快五十了 然後保養非常好 你看他要四十出頭稅而已 他說他有參加過三個相親社 第一個相親社 加三萬塊 不可以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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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太可怕了吧 可是女生有個優勢是 你可以選擇那個男生的身高 跟那個收入 就是他就是對方 相親社會問你說 你希望男生多高 然後收入大概會落在哪邊 這樣子 這個第一個是 好像撒滿空 然後他說有一個比較貴 是十萬塊 只看身高實在是不錯 你看紅尾多帥 可能我那個朋友也是有一點高 但是不是像喇雅這樣子 喇雅 對 然後他就 喇雅 結果撒到牛圓花 對 然後他就有個十萬塊比較貴 那為什麼他要花下去 因為十萬塊這個是 好像是一年內無限相親 可以看照片 對 然後無限相親 可以看照片 然後選三師 就選三個 就是職業別可以就是醫師律師 跟老師的樣子 就是他只挑三師給你這樣子 對 然後一個可能中間子 我忘記他講多少錢的 反正就是他有相親過三個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說 因為他說相親社其實 男生也會寫 也會訪問那個男生 他要什麼條件的女生這樣子 那通常男生 他說對方有跟他偷囉嗦 通常男生都說 最好是小十歲 然後女生是說 最好是有錢的 就是不要有 女生要有錢的 男生要年輕的 對 因為女生可能已經過了 如果過四十五歲 五十歲的女生 他可能經濟條件已經OK了 他需要對方至少 不要說沒錢 然後跟他 被他變拖累他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相親 還是一個滿現實的 是... 因為都是把條件都寫好這樣子 結婚本來就是一件 很現實的事啊 對 然後他就說有一次 他剛好安排一個 就是他有給他條件 然後就說一個男生 他已經就是有兩個小孩 然後跟他差大概十歲以內這樣 比那個男生比較大 大概七八歲吧 然後大概還不到六十 但是可以看照片 然後他看一看 覺得這個男生看起來還算年輕 上偶大概二十年了 然後有兩個小孩 男生都已經長大 已經一個出社會 一個大學生了 他覺得這個不錯 不會說就是好像 有一些千雷這樣子 然後覺得小孩都大了 然後可能他覺得 找一個伴也可以這樣 結果後來相親他說 相親就排在他們 相親社裡面的公司 裡面有一對一的那一種 一間一間小間的這樣子 然後他第一次去覺得很怪 但是就反正他想說 照片都看好了嘛 就是聊天嘛 聊聊聊 聊得還滿愉快的啊 就是興趣啊什麼都還OK 可是他整個聊天的過程裡面 就是有一個點 他沒有辦法過得去 就是你男生一直說 通常男生就會聊興趣啊 然後聊平常做什麼 然後喜歡吃什麼美食啊這些 可是那個男生從頭到尾 都在講我老婆 他沒有過世二十年了 對 他就說 我老婆以前喜歡吃什麼什麼 然後這個不錯啊 怎樣 或說我老婆 好像就是都是講到 他老婆為前提這樣子 然後我小孩現在都念書 以前我老婆也都教他們 教得滿好 他覺得不知道就哪裡怪這樣子 結果他就走出來 然後他覺得說 原來他覺得這個男生心裡面 還是充滿了他老婆 對 所以後來這個就沒辦法 就沒辦法就破局了這樣子 對 那你還有一個朋友是 後來你這個朋友 又跟一個父母雙網的 對 這個也是 這個是他 這個是這個男生 他看條件的時候 他說這個是沒有結過婚的 然後是一個足科 算是經理級的吧 薪水也不錯這樣子 跟他有的拚這樣 他覺得可以 然後沒有結過婚 又很孝順 聽說爸爸媽媽 就是在世的時候 就是有生病啊什麼的 然後他都還背他爸爸媽媽 那個公寓嘛什麼的 就是相親社那邊講的 就是他很孝順 然後後來就是他爸媽過世了 然後我那個朋友 其實女生有時候也是 他說很好啊 這個父母雙網的 不行不用負責任 剛剛就是有時候真的 還是會替自己講一下啦 就是說畢竟我朋友也快五十 他覺得我跟你相處 希望是跟你作伴 然後最好不要有一些 還要照顧誰什麼的啦 然後他就覺得這個條件不錯 在聊天的過程裡面呢 這個男生就是一看 就是一個宅男 就很宅喔 然後一開始他就跟我朋友講 因為我那個朋友其實是在外商 他英文很好 然後他就一坐下來聊說 那個男的就先視落 他就說我覺得你很厲害 你在外商公司工作 我英文很爛 然後我朋友就想說 你英文很爛 就是一開始就說自己不好 然後再來就說 我其實很多事情都不太懂這樣子 就是說我都是只有上班 然後就回家 我跟我新竹有個房子 馬上就滔滔不絕地講說 他有什麼房子 他說我新竹就住 台北有一間住 我台北那間是跟我妹妹住 因為我朋友住台北嘛 他就說其實假日我也會來台北 然後我們也可以一起去看電影 看電影這樣子 然後我朋友說不錯 我朋友就問他說 你最近有沒有看什麼電影 有熱門的什麼 他就說 我大概有半年以上沒有看電影了 就不小心破功 然後我們有說 那你平常會不會追劇 還是你在新竹 你都一個人吃 一個人吃飯 不是說你都怎麼吃飯 就那種聊閒話 然後他就說 其實我都是在外面吃完 才回家 因為我一個人嘛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你有叫外送嗎 最近外送什麼 然後他就說 我不會叫外送 一個五十幾歲的男生 他說我不會叫外送 然後我就問說 最近有什麼熱門的劇 追劇什麼 然後他就說 我家也沒有追劇的這些東西 那是要禮她來相親吼 那有聊什麼呢 對啊 他也沒在看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你在家幹嘛這樣子 他說其實我的興趣是刺繡 就是刺繡 對 男生耶 對 男生 串珠 然後做拼布 拼布 就是 手蠻巧的 對 就是 怎麼這麼嚇 然後最後就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 他就說他唯一的興趣 就是爬山 我朋友剛好是不喜歡爬山的 因為他跟他去看電影 買東西吃飯這種的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個也不見得說 有時候相親設給你的條件 有沒有 就顯孝順 很乖 沒有結過婚 然後長得一表人才什麼的 那可是真的實際上 你聊過之後發現說 好像他是山頂洞人這樣子 我覺得會手的 好像不容易 不容易像到 真正喜歡的人 但是也是有人像到 有真的馬上結婚的 對 就是要看運氣 可是有時候相親設 他們選出來的人 跟你實際上去聊的人 好像不太一樣 還是跟包包相處比較好 我也這麼覺得 是不是 是不是 握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文人 又輪到我 對 那後來為什麼相親的 都是離過婚的呢 那也不是我故意的 其實我都OK的 可是就是有幾次 人家介紹給我的 都是離過婚的 那有一次其實我也覺得 他條件很好 尤其是 他是一位長輩 而且是我尊敬的長輩 就是我的頂頭上司 介紹給我的 我這個頂頭上司是律師 然後又很帥 然後對人又很好 管理能力又好 那介紹的人離過婚 是不是他會比較體貼 或比較成熟的 完全不是因為他有沒有離過婚 而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的對象 像我這個上司 肯定是不錯的 然後有一次他也是說 那個時候我已經三十八歲了 他就說 你工作這麼認真 太晚下班了啦 那你現在趁 應該還有一點市場 他說他剛好有一個朋友 各方面跟他都很像 重點是這一句 他說這個 應該很適合你 他說我介紹你們相親好不好 我當場就答應了 那後來也是去吃飯 我上司沒出席 但是我就是跟這個人去吃飯 然後吃完飯還聊不完 我們就去很有名的咖啡廳這樣子 好 然後繼續聊 看起來不錯對不對 好 這個時候事情就發生了 因為我那一陣子 我三十幾歲 那幾年我是經常上新聞 我想氣之是知道的 對 我經常上這個節目 也是拜這個節目之四 我變成一個 反正外面那個不認識我的人 看到我都會說 你是蛙蛙蛙的文人 所以那個時候 我叫蛙蛙蛙的文人 對 對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可能也是因為曝光率高 然後我的形象 又是屬於比較親和 所以這種事情 對我來說是常有 就是會有人衝過來 跟我哈拉 然後或叫我簽名之類的 就是那一段時間 現在沒有 但是那個時候是這樣 我就記得我跟他聊 聊得還滿開心的時候 那時候在喝咖啡 忽然就有一個熱情的觀眾 他是男生 他衝過來 然後就說 你是蛙蛙蛙的文人對不對 那我當然就說 是 你好 這樣子 然後他馬上從他的包包裡 抽出一本書 那時候我也有寫書 可是那本書不是我寫的 那本書是鄭大哥寫的 真的假的 是真的 我完全沒有說謊 他就說幫我簽名 那你簽什麼 沒有 就是我很驚訝 可是鄭大哥 這個時候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我其實很早期 就上您另外一個節目 叫做黃金奇秒半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還完全沒有任何的知名度 的時候 其實鄭大哥對我們這些 無名 默默無名的人 就很Nice你知道嗎 所以當我看到那個書上面 是鄭鴻一大哥寫的書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對他Nice 所以我就對他說 那請問一下呢 你是要我簽鄭鴻一 還是邱文仁 他就說都簽可以嗎 那我當然就 這沒什麼嘛 我就幫他簽了 好 可是這個時候 我對面的相親的對象就不高興 很明顯他很不高興 他就對那個人有點熊 他就說 你不知道我們現在正在喝咖啡 你不知道我們現在正在 去約會之類的嗎 你怎麼可以這麼無理的 打擾別人呢 那我就很緊張 因為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對粉絲好嗎 應該劉德華 對粉絲也很好嘛 對不對 就是這是我一貫要這樣想 所以我就阻止他說 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啦 那個一下就好 可是他的臉色就不好看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喝完咖啡就回去了 但是他其實對我 應該是有一點興趣 所以他就有 有繼續 跟我的上司講說 其實是可以繼續跟我約的 但他有跟我的上司講一些話 他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他 應該有不少認識的男性的對象 然後聽說他也去翻了我的臉書 說他覺得我有很多年輕的 男生的朋友 所以他希望我上司 打聽清楚這樣子 那我上司當然 他覺得我每天那麼晚下班 哪有時間約會 他根本完全沒有疑慮 只是他也有稍微就跟我表達 那我後來就覺得 還沒有開始就這麼累了 那算了 對 所以也就無疾而終 他沒有不好 所以你有像過幾個是李霍文的 四個 至少我記得的有四個 有四個 那他們有共通的特質嗎 他們共通的特質就是 都是我會喜歡的 什麼意思 第一個我其實有重視外表 外貌協會的 然後我談不上是外貌協會 但是我至少跟我媽的眼光 我媽媽的眼光是一樣 我們到現在一起在看愛的迫降 可是我覺得外貌協會沒有不好 當然 因為我朋友說如果是醜的 跟帥的都會外遇 那為什麼不選一個帥 對 為什麼醜的有辦法外遇 就一定會很會講話 或是怎麼樣的 就是第一個我不會喜歡 就是我不會喜歡太難看的人 好 了解 就是第一個他們的外表 都一定是OK的 然後第二個 其實我也很尊重我父母的感覺 所以他們的職業 應該也都是不錯的 OK 然後至少我覺得人品 像現在幾個對象 人品也沒有不好 包括剛剛那個 他心裡有一個喜歡的對象 可是他還是想要去扭轉 這個形式嘛 對不對 對 所以 是 那這個洪偉 你說朋友們還是不放棄 幫你相親 對 我想 等一下的故事再來說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哇 這個朋友幫洪偉相親 是 因為我是很喜歡小朋友的人 剛好我周遭的一些比較好的朋友 他們都結婚 然後小孩都三四歲 其實就是正好玩可愛的時候 然後每次譬如說他們自己家 家庭要去聚餐 或是出去交遊玩耍 都會約我一起去 我順便帶小孩啦 那因為我很喜歡跟小朋友互動 那他們也很希望就是說 像我已經將近五十歲了 已經四十幾歲 快五十歲 他也很希望說 我假設有一個對象 然後能夠有一個家庭 有小孩之後 他們的小孩子也可以變成小孩 然後一起成長 大家兩個家庭一起出去玩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 很棒的一件事情 其實在我心裡面來講 我覺得這也是我夢想中 一個很期待的一個人生的一個階段 但是也很很怪一點 就是說我平常 我不管在電視節目 或者是我私底下 我都會說我是一個很膚淺的人 我也是會把我喜歡的外表條件 我就會直接拿照片說 我喜歡長這樣子的 就是外表可能要長像潤娥 然後身材可能像林明珍 當然你可能沒辦法百分之百達到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們這麼努力的充實自己 讓自己變得條件越來越好 而我們總是希望能夠找到一個 我們心中所愛的對象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們很努力 我們也很喜歡外在美 我老實說不否認 也因為我們希望能夠 失業線要長 要有失業 因為聶金 聶金 自己忍忍忍 充實自己到這種程度 你不可能去委屈自己 對不對 我們總是希望能夠跟自己心目中 美好的另外一半共度於是 然後他們就很積極 而且加加上我的 那一次相親是這樣子 我那一對朋友是男的帥女的漂亮 真的是很夢幻的組合 然後想說美女的朋友 男的就你啊 沒有 我的朋友幫我介紹那個對象 對他們那對夫妻 我想說他老婆這麼正 IG上面有十幾萬追蹤 美女的朋友大部分應該也會是美女吧 然後我就會很期待 那我也不會去跟他要照片 要照片去看 好像顯得我很膚淺 雖然我很膚淺 那我想說這個驚喜 就留到吃飯的時候 我們再揭開那個禮物 就那天我們就約在台北市 一個蠻有名的溫體牛的火鍋店 因為做圓桌比較好聊 然後我們就先到了 那我們就開始跟我的好朋友夫妻 小朋友在那邊聊天聊天 就這個女生一直沒有出現 那我的這個設計師 我這個朋友 因為他自己開髮廊 有開三四間 那他開三四間 他其實已經經歷過很多的室內設計師 幫他裝潢各分店的這個 這個裝潢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說 最近他幫我介紹對象 就是他目前的旗艦店 差不多七八十瓶 然後他人家幫他介紹這個設計師 非常盯緊 就是他很多細節 美感 包括能夠省的部分 他都說他不會讓你花這個錢 很多 因為他們其實已經裝潢兩三間 其實基本上他們經驗 已經很豐富了 就沒想到這個設計師給他們東西 超出他們意外 他覺得這個設計師真的認真負責 然後呢 美感他都給我看 他最近裝潢的一些狀況的照片 我就覺得這女生的sense很好 就是他要的東西的風格 樣式跟我理想中的是很像 如果是我是這個設計師 我也會照這樣設計 那我就期待了 因為設計師 你這麼有sense 這種美感 那條件應該是也不錯嘛 就我們在那邊聊聊聊 就有一個女生就突然叮咚進來 風塵撲撲走進來 然後我想說奇怪 這個人有點眼熟 好像我家隔壁早餐店的老闆娘 他就走在旁邊就坐在我旁邊 因為我的朋友跟他大聲招呼 他說他遲到就拿給你三明治 加上一杯大肚子 當配大兵來 我當下我其實有點訝異啦 就是說我原本期待是一個 很有型的一個設計室內設計師 怎麼會變成早餐店老闆娘坐我旁邊 因為他說他是因為跑去監工 他不是工地監工 他就戴一個鴨舌帽嘛 然後穿一個那個土黃色的一些T恤 然後就是牛仔褲跟布鞋 就就蜂蜂蜂蜂蜂走過來 就坐在旁邊 跟我朋友在打聲招呼 我說抱歉 抱歉 我遲到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心裡 已經有一點涼意了 有點涼意 嘴巴吃著我平流 可是我心裡就很冷了 我也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去對話 你知道嗎 就幸好那一次的聊天過程當中 是讓我覺得是開心的 因為我們在講有關於美感的一些東西 其實他是一個很有sense 那只是他對於自己的遺容外表 他是真的沒有很在乎 因為我那一頓飯吃的是 有點尷尬是因為 我之前在節目上有講說 我看人就看牙齒 牙齒其實是ok的 但是那一天他不知道為什麼 看女生我先看牙齒 你喜歡看牙齒 牙齒是很整齊 像在挑馬的一種感覺 然後他那天就是 他可能因為那段時間 他裝潢其實是很累 我就看他鼻毛就是跑出來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坐在我旁邊 因為你講話 你總是要面對他 然後我就眼睛一直在看著他的 在外面搖曳的鼻毛 我就... 我很想要去幫他拔 你知道嗎 因為我很重視這些很細節的東西 打會痛啊 用剪的 但我都用拔的 就是會的 爽爽爽那種感覺 爽爽爽 就有時候你拔到那個很長 會掉眼淚嘛 有時候會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 然後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講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 跟我的那一對夫妻 朋友夫妻去講這件事情 但是聊天的過程 是真的很愉悅 很開心 因為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話題 但是你說我們可以做好朋友 我們可以做好朋友 我們不管在未來 有關於這種設計的東西 因為像我的電影 是我自己設計的 我就可以跟他做分享 做討論 但是你說 你要我跟他開始 從男女朋友之間交往的話 我是真的沒辦法 他是有一根跑出來 一戳 就是一戳是真的 他應該要跟他講說 戳進去是不是 但是有時候我們講太開心 你知道嗎 我們講到他就叉氣 叉氣 他那個是很可能 他真的沒辦法的 真的 對 那個我聽他跑出來是 從面相來看 但他是真的是很認真 你看我們約是約六點半 他是差不多將近七點半才到 然後沿路上一直傳 傳訊息打電話說 他遲到是因為 他剛剛從工地發生什麼事情 趕過來 那我問一下女生 怡莉 像這個洪偉說 他看女生是看牙齒 這樣你們女生是看男生的什麼 我是看眼睛 眼睛 對啊 看眼神 因為有些男生 就是如果眼神邪惡 或是那種 眼神邪不邪惡看得出來 當然 有些男生就是會打量你 或者是他 我媽媽說不要怕那個水尾有沒有 水尾 要不然就是那種什麼 三白眼的那一種的 對 我覺得眼神滿重要的 一個人正不正直 黑眼球很小 對 那不行 對 然後再來就是看皮包厚度 我們這個年紀就是這樣 皮包厚度 看看鼻子 看收錄了 一眼是眼神 第二個是皮包厚度 對 身高 體重那個都不在意 其實也不要太矮這樣子 然後體重胖的話 我可以幫他減肥 營養師 所以就變成是 就是說看條件了 不要說差太多這樣 那妳看什麼 我都在意 剛剛講的每一點我都在意 鼻子 眼睛 眉毛 嘴巴 身材 然後氣質 還有興趣 我都在意 我坦白講 那個 所以這是不是他 像過幾次問沒有結果 的原因 應該是吧 要怎麼說 人是有太命 對 人真的有命 人以前有一句話說 說紅包 紅包 本來就煮定了 一個胸皮 一個胸蟲 所以說你沒有 一個胸皮 一個胸蟲 對 一個草蟲 一個胸蟲 早就做會 那所以說夫妻其實是 中心人的主題 對啦 這比較宿命 宿命論 但是問題是如果沒有這樣子 你們真的沒有辦法在一起 因為怎麼樣 你們一定要在一起 除了講話的時候 一定會花出那個叫什麼火花出來 一定要有那個才能夠 勾動天雷 天雷地火 你沒辦法勾動 你們根本就 雖然是兩個人一直講 一直講 但是都是平行線 周老師 那以你的專領 你看到一個人 你都先看什麼 我其實說真的看人 我們第一頂一定要看眼睛 因為眼睛如果說他的眼睛 他跟你談話的時候 他眼睛不是針對著你看 所以他的眼睛飄來飄去 飄來飄去 這樣就是他在想你 他在跟你說話 但是他心肝在設計你 他也不想怎樣自己演下去 所以 演下去是什麼意思 設計也不是要跟你演下去 我以前都這樣說 但是現在不用 現在都自己倒下去 這主動 現在的女生都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是應該要看眼睛 眼神很重要 眼睛非常重要 但是眼睛還有一個 就很容易看得到的 就是眼球 如果說 因為有的人 你會看到眼睛 其實我覺得眼睛大小沒關係 他的眼睛要眼神 眼神還有就是說 他如果說會飄忽不定 那就不行 OK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完全認同 蘇伊斯 你覺得最親過 有耶 可是差點都忘記 就是這件事情 他現在不敢講 對 沒有關係 反正現在都結婚了 有時候會忘 真的是忘記 有很多事情 我就發現很多會遺忘 很遺忘 不過剛剛講起來 好像也有過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通常是這樣 有一次 有一次是那個 反正我們一個當事人 幫他處理的案不錯嘛 他就剛出道 他講得切身 他就很出道 太流汗了 太流汗了 這是初步沒確認 這是初步沒有確認 第一個是 他這個就 他覺得說 長得又很高一百八 就很嚴重 他又扮眼鏡扮不好 因為他是不動產大痕 就他在仁愛路 就有一百間的房子 我平常這樣 我說大家都說 抓到他的女兒 然後就有一天他就約我到 他們夫妻 就約我說那是借口要看房子 就是幫他們看他們的房子 然後就問我 介紹女兒給你 他要介紹 他要問我有沒有意思 那我就覺得他要介紹 可是我發現到他們 我就覺得說 還是不要好了 我就說那不用 我有女朋友 這個 為什麼你不要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說 他 我也不曉得 就是說他們的夫婦 好像就很在意錢 然後又會用錢 跟你講一些什麼事情 要跟你什麼交換 所以我覺得 那如果說今天做他的女婿 會不會就沒有那麼好 那所以會擔心這位 因為他覺得好像 我當他女婿 他可以幫他免費打官司 幫他雇這些家產 那他女兒 對 就是會有那種感覺 好 那你就跟他說 最近也有人一個介紹給我 中校東路他有一千千 對 那時候沒有 真的 那時候就不太敢 就不要 我想起這個 如果他是我丈母 他就到處跟人家借錢 然後玩一些盡情的遊戲 就是很敢的感覺 所以要幫他 之前幫他處理過 一些財務的狀況 那想到這個女孩子是很棒 就是是一個很 就是很有先氣的女生 很有先氣 這樣 那就好 那這樣 謝謝 飄 結果我覺得這個是 就不太行 比如說那謝謝 他們有時候很主動 什麼叫先氣 先氣就會 有點像林志玲 就有時候看起來像林志玲這樣 那走過來 就是EQ很高 你好 這個是 就是讓你覺得說 瘦瘦高高的 對 瘦瘦高高 讓你覺得說很有禮貌 林志玲168吧 可是他看起來好高 你看一七級都沒有講先氣了 你在說 對... 那那個是帥氣對不對 對... 像那個也是他們就主動 就當事人主動 他就把他女兒帶過來 就是被強迫相親的機會 可是林志玲這樣不錯 對啦 是不錯 可是有時候 你這個事情說出來 就說家裡會有後果 我都不相信 因為旁邊真的 有時候你看久了 其實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旁邊的父母親 因為對我來說很重視是 雖然彼此很重要 可是旁邊父母親也很重要 因為對我來說 他的父母親 就是我的爸媽媽媽 我也會把他當作 我爸爸媽媽來看 那如果他這樣對待感覺 就沒有了 那洪偉 因為洪偉的條件 跟李奧娜多一樣 沒有差 說 已成年 但未滿二十五 美女就這樣而已 這也滿清楚的 你看是不是年紀都要小 男生的條件就是 年紀都要小四歲以上 他不只喔 二十五歲 已成年就是十八歲 對 滿十八 再來未滿二十五 他只有七歲的空間 然後美女就這樣而已 對 洪偉 那有都沒有碰到嗎 因為現在台灣的人口 也只剩這樣子 你要二十五歲 然後又要美女 我想那個比例是很低 但是我們目標很明確 對 因為老實說 我們不是那種很假掰的人 說我們只要孝順 體貼 相處得好 然後會顧家 因為有些人是喜歡很實用的 像我們買東西一樣 所謂嫌妻良母 對 嫌妻良母 有些人就喜歡我就很實用 我能夠過一輩子 然後人生就這樣很安然的度過 那有些人就是喜歡外觀 就是你很明確的知道你要什麼 你不要去假掰 不然你只會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那像我自己 我不否認 我自己就是喜歡美的事物 那我也好不容易把我自己能力 充實到現在 你看現在為什麼 那個離婚率這麼高 有些人就是因為很年輕 你的物欲還沒有達到達滿足點 那你能力還沒到那邊的時候 你可能交往剛好在線下可以跟你匹配的人的時候 當你成長到某個階段 你發現我要的更多 我想要的東西就不一樣 洪偉那請教 你要看女生第一眼就是看牙齒 那牙齒如果他剛好有個菜渣在裡面 你會受不了嗎 我會 我會 所以我身上隨時都會放牙線棒 你自己 牙線棒是給自己用的 譬如說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我說你要不要用牙線 就有點像那種暗示性的 對對對 然後覺得我們是體貼的 不然我永遠吃飯的過程 然後一直在看他的牙齒 對對對 那第一個是牙齒 第二個呢 我覺得就像大家講的 你剛講胸部 你有講 對 他有講嘛 對 你性的第二性性 我覺得誠實地面對自己很好 我又沒有說不好 對啦 對啦 尤其像我知道很多女孩子 夢想中的H牌 就是凱莉博金 當你的能力沒有到那邊的時候 但你還是希望你人生 能夠擁有那樣子的東西 對不對 那你能力 後來我們也是H 只是是漢的 也是或HMM 他也很好 不然現代也不錯啊 對啊 那你能力 或許像我們自己 可能買不起這麼名貴 我們可以推著球技師 變成Avely 我們也OK 第一個是牙齒 第二個是胸部 第三個呢 我很重視那個髮際線 對 就是我有認識 女孩子就是 五官都是很端正 可是她有點 然後髮際線很後面 就頭髮比較稀疏 就比較稀疏 那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說我們相處到一二十年之後 她會不會比我 我想 髮際線比你還高 對 我真的想了很多 其實這也是我的問題 對 可是我覺得這沒什麼不好 對 我們很清楚 要的就是我們要追求 沒有就算了 我們是不善其身 女生第一眼你在看什麼 我會看她有沒有那個 她靈魂是不是 她嫌棄啊 就是感覺就是你 有女生 我大概會看一眼 就覺得她那個感覺是 氣質 氣質 會覺得說好像那種